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吉他社官网的吉他干货铺 这是一档由吉他社官网和愿意支撑出品 为大家介绍经典主流 吉他界知识与资讯的干货链节目 我是阿秋老师 提到国产吉他这个词 近些年好像真的成为了很多 亲友消费者心中的痛 确实源于近些年太多的 国产垃圾产品的烂鱼冲术 坑蒙拐骗 导致很多国人一提到国产吉他 就谈虎色变嗤之以鼻 一副进口商品就是王的价值观 在之前的每一期节目当中 节目组都会顺带科普一些 吉他工厂界制造界的小知识和小常识 因为很多顾客对吉他工厂界的知识并不了解 但又总爱讨论某只吉他的好坏 没有吉他工厂作为依托 就像是买房子不看开发商 投简利不写哪所高校毕业 就没有了最基础的衡量标准 那一个杂牌商务产品 又怎么会有音色品质的保证呢 所以鉴于以上原因 节目组决定开设两期特别节目 专门为大家介绍10座 国内优秀的吉他工厂 并以吉他工厂为线索 介绍他们10家工厂各自生产的 10个国产优秀吉他品牌 为中国制造 国产品牌这两个大词 以正视听 来自广东东莞卡马吉他工厂 卡马吉他 作与广东东莞的卡马吉他工厂 可谓是近10年来 国内最炙手可热的品牌与工厂之一 迄今为止 行业内的从业者都普遍认可 其位国内最贵的现代化吉他工厂 从吉他界的小白到大神 提到卡马吉他这块品牌 可谓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在我们之前第17吉他干货铺节目中 我们就提到过 卡马零售价560元的低端DLC型号吉他 是为数不多的 可以再签远以下 跟零售价899元的 亚马哈F310比肩的款式 要知道在国内不同价位区间内 能与亚马哈 马丁 Taylor这几个顶级品牌 一站高下的国产品牌型号 都可谓是屈指可数 凤毛麟角 但现在的卡马面单 全单 也都是拥有与国际大牌一站的能力 2012年之后 卡马工厂即完成了第三次长指更换 2015年CEO带领亚马团队 远赴美国学习 并邀请了吉他大师 Roger Siminoff和Harry Fishman 担任首席技术顾问后 开始了旗持2500万巨资 打造梦幻工厂的计划 德国的PLAC 美国的HASS CNC 欧洲的ABB机器人 在2017年之间 卡马吉他工厂 几乎一直处于买买买的阶段 团队除了对智能化设备应用进行公关外 同时也摸索出了更适合自身的全新工艺流程 之后的结果可想而知 其工厂现代化工艺一跃提升为 可以直接与世界顶级品牌 Terror吉他工厂匹敌的程度 正因为有了现代化技术的底气 卡马开启了其面单 全单的型号布局计划 现在市面上 除了卡马曾经的低端型号 面单G1 全单B1等高端系列 也都慢慢成为了较好又较作的优质商品 也正是卡马吉他工厂的品质 造就了卡马吉他的超高口碑与市场认可 来自广东惠州全峰工厂 法利达品牌吉他 看过我们吉他钢货铺第一期节目 以及之前法利达吉他专题纪录片的情友们 对于全峰工厂应该都不会陌生 提到中国吉他制造业的翘楚 肯定少不了位于广东惠州的法利达吉他工厂 全峰工厂 但是这个工厂在今年的4月30号 已经宣布了停产 全峰的背景不同于现在国内的很多厂家 其背景是台商台厂 早在上世纪60年至80年代 全峰就早已是台湾吉他的主要生产厂家 改革开放后的90年代初 台湾全峰公司嵌移至国内广东惠州秋厂 为国内带来了第一代现代化吉他生产加工技术 时至今日国内的大部分的生产厂家 都还在沿用学习全峰工厂的吉他制造工艺 全峰也在业内被尊称为吉他界的黄浦军校 吉他界的富士康工厂 不同于卡马工厂之生产自主品牌 全峰是一家以OEM代工为主要业务的吉他制造工厂 很多国外的大牌吉他全峰也都代工生产过 例如Fender电吉他,Gild吉尔德的木吉他,Blue Ridge蓝领的木吉他 Warwick Warwick的电贝斯等等简直不胜美举 正因为自身超高的工厂工艺 才是全峰积累了大量的优质木材 工人技术以及顶级品牌订单 法雷达吉他这个享誉全球 唯一能够以国产品牌连续掌获国际大奖的自主品牌 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应运而生的 经过多年累积,法雷达旗下的10系列,52系列,62系列,67系列 都依然成为了经久不衰的畅销产品 品质相当过瘾 实际为止一直都是中国吉他制造的骄傲 由于2019年的贸易战,2020年的疫情 这座可谓中国最强的工厂终于在长期的国内市场萎靡 国外疫情爆发,导致OEM订单滤减的双重压力之下 宣布停产 不过节目组负责人也在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全峰工厂 以及法雷达品牌董事长蔡董 了解到关于法雷达品牌的后续发展信息与第一手真相 珍惜希望所有的国产顶级品牌 都能平稳度过疫情导致的这场经济浩劫 来自广东新亚吉他工厂,Dolph Goz吉他 对于我们频道的老观众来说,新亚吉他工厂这个名字应该也不会陌生 在之前的第六期第十期节目中也都提及过 是国内较有实力的老牌吉他工厂之一 相比于新亚工厂,可能大家更熟知的是他旗下的两个自主品牌 Dolph Goz吉他与雷克斯吉他 1998年,现帕洛马文化创始人季永坊先生 在广东建立了当时拥有较现代化工艺的亚家吉他工厂 并在创始之初就奠定了用音乐传递感动 Love Peace Music的品牌基调 其创始团队至今与众多国际顶级品牌进行过合作 比如美国知名吉他Bidale,法国知名品牌LAG等等 可能也正是因为这份热情与专业 新亚工厂无论是从自身民谣吉他的产品研发设计 或是承接国际订单进行OEM代工量产 工厂工艺,制作水平一直是非常稳定的 近年来工厂工艺随着工厂的发展 也在逐年阶段性的提升 旗下自主品牌Dolph Goz 自2010年D系列诞生之后 DD220,260,280系列 就成为了国内在1500元到2800元价格区间之内 为数不多可以与亚马哈FG800,FG830,PD征锋的型号 而且经就不衰 这些年又先后研发推出了E系列,O系列,B加索系列 等不同价位的高端吉他系列 这都与工厂技术不断革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如果说之前提到的卡马吉他工厂的代名词是最贵超现代化 法利达吉他工厂是严谨、经典 那么新雅鸽子工厂的代名词就是革新且时尚 在2019年至2020年 新雅乐器推出的鸽子新款B加索系列 与雷克斯新款胡桃木系列 都可以说是在设计与创意上下足了功夫 以年轻人的审美视角出发 满足用户的需求 来自广东民雅马丁尼吉他工厂 曼森吉他 其实不止一些刚刚入门的新手小白 即使是在吉他行业混迹多年的从业者 提到广东民雅乐器工厂可能也会产生些许陌生 但如果提及马丁尼这个品牌 在古典吉他圈子里可谓是大名鼎鼎 这个席源于1978年的德国品牌 2005年在中国广州成立了 由中、德、美三国合资的 民雅马丁尼乐器制造有限公司 自2005年建厂开始 民雅工厂就是以制造高端品质吉他为宗旨的 虽然初期也承接一部分OEM代工业务 不过经过几年的沉淀发展 逐步开始去掉了OEM业务 进而全力生产工厂旗下的两个品牌 古典马丁尼吉他 民雅曼森吉他 马丁尼这个品牌现已享誉世界 近年民雅制造的另外一块 1975年诞生于德国的民雅吉他品牌曼森 也慢慢凭借着其优质的工艺 以口碑相传的形式 开始逐步走进大众视野 知名度越来越高 尤其是他自主研发的Marquis筒型与专属MX音良结构的制作 使曼森这个品牌的产品拥有了非常丰富的中频 独特的音色 以及可以与很多世界大台吉他经典信号所匹敌的品牌高度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曼森能作为中国制造 给国产吉他这个大词增添更多荣誉 来自广东东莞储门吉他工厂 储门吉他 相比较于上述介绍的四座工厂级品牌 作为本期节目的压轴 来自广东东莞的储门吉他工厂 在创始年份上似乎没有那么历史悠久 但这个工厂级品牌在近年来 却绝对称得上是最为优秀的国产吉他品牌之一 储门吉他创始于2013年 至今7年时间 工厂位于广东省东莞市 作为近些年吉他领域的黑马 储门吉他自产品设计到生产制作 在业内一直广受赞誉 7年如一日 凭借其出众的外观设计和品质口碑 已然是国产吉他品牌中 窥然如山的一个经典老牌 靠着其工厂高标准的生产工艺 以及近乎偏执的细节把控 储门吉他最大程度的保障了 产品品质应对各种不同气候 甚至极端环境条件的能力 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国内 甚至全球市场逆风起舞 要知道在国内气候条件 干湿程度都有着较大差异的不同地区 尤其是南北差异 要想让吉他保持长久稳定 对于任何工厂任何品牌来说 都是极大的挑战 近些年凭借着服务过数千家琴行 并长期与线下门店保持着密切合作 使其在浮沿辽阔的中国大地上 从东部沿海 北到黑龙江 南到海南 西到新疆维吾尔自住区 都出现了出门吉他的身影 且市场占有率一步步扩大 自创始至今 工厂定位类似于刚才提到过的 卡马与明雅工厂 是生产其自身的产品品牌 生产流程除了严苛选购木材 引进真空高频材料处理设备 引进台产CNC 多轴竖孔机床 成立志行师 以及升学顾问团队 等一系列优质规划操作外 还跟全峰工厂一样 响应国家蓝天保卫站号召 致资于80万打造环保设备 拿到环保指标及排放标准 做有责任心的民族品牌企业 随着工厂工艺的稳步提升 出门吉他在产品型号上 也逐年进行调整 优化 产品系列日趋成熟 纵观行业 能和出门吉他 一样有着齐全的产品体系建设的品牌 实属不多 初学的经典系列 255080系列 进阶的真品系列 850E电箱款 850SFT加镇 Sakura 900洛英 Memory 1000回忆 Wins 1800轻语系列 满足纸堂玩家的 全单大师系列 Sunshine Air 阳光 Starsear 星空 Summer 1980夏至系列 以及Santis 1852桑托斯 Flyer 1880飞鸟 Creeper 爬山虎系列 都是慢慢成为了近些年 楚门吉他 满足各家位消费者的 经典畅销型号 2019年上海展 楚门强势推出了 展示自身 志勤实力和高度的 Custom 定制系列 目前包括 Growth 万物生长 Aurora 极光 PIVO 孔雀 以及戴上市的Gina 金竹 我们都期待着 楚门吉他在未来的国际舞台上 可以为中国制造 国产品牌等标签 赢得更多荣誉 作为国产优秀吉他品牌 以及工厂系列节目的上篇 本期节目的内容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 本想在这个系列节目当中 加入个吉他试听环节 但由于节目时长过长 可能会在以后节目当中找机会了 不过作于补偿 我们将送出上述五座工厂所生产的 优秀国产品牌中的五支经典型号 给我们各个平台的幸运观众 让情有粉丝们自己去体会一下 优质中国制造的手感和音色 如果后期节目中有机会 我们会弥补一期专项视听节目 专门为大家评测 这期提到的国产优质品牌 其中的产品细节和工艺 OK那么这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吉他社官网的吉他钢货铺 我们将会定期两周更新一次 为你带来经典主流吉他界的知识与资讯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拜拜 OK又到了今天的彩蛋抽奖环节 今天我们吉他社官网 将会在B站微博微信平台 抽取吸引观众 B站方面 我们将选取本期节目评论下方的三条热评 分别送出一只市场零售价3700元的法利达D10 零售价1580元的曼森Alpha森 以及零售价3750元的卡玛G1 微博方面 转发评论本条微博 我们将抽取一名幸运观众 送出一只价值1580元的储门二五系列 微信方面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添加工作人员微信 获取抽奖方式 我们将送出一只价值1980元的鸽子B加索系列 没有抽中的小伙伴也不要灰心 我们每期测评结尾后都会有抽奖 而且抽奖产品在我们的官方淘宝店内 24小时九折促销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拜拜